所以接下來我想另外這個經濟的議題 這個院長在你的施政方針報告裡面也提到 這個希望能夠帶出台灣民眾走出經濟的困境 然後也提出了創新就業分配三個原則 也提出了三個五大計畫的綱領 但最重要你提到在所有這些施政原則中 最重要的是創新 是引導台灣新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價值 所以院長創新這一塊不外乎資金人才 資金的部分我想最近大家非常關注 我們金管會丁主委提出來所謂天使基金 天使基金這個計畫 所以院長您知道什麼是天使基金 天使基金其實就是幫助某一些創業者新創者 他缺乏資金的時候能夠就是等於是他金額不是很大 但是給他一些出奇的幫助 讓他一開始能夠比較順利 那麼這個國外有很多 其實有很多案例在那邊 我們也是認為這樣用類似的幫助 能夠幫助創業者是很好的 所以院長您所謂的天使基金是 他們提出資金 挹注炒創實習的新創團隊嘛 是的 對不對 是的 好 那如果說 院長您所謂的這樣的天使基金 那金管會提出來設立天使基金 它的具體做法到底是什麼 目前我們這個地方要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有想法 但是我們希望也得到民間的一些的了解 所以正在跟他們溝通當中 我們已經請了我們的周邊單位 還有工會 還有18家金控的董事長 我們都來跟他們說明過 那他們也有提出一些相對的想法 我們原來希望就是說 是從他盈獄中提一點點 一點點那個資金不需要太多 但是後來也有人認為說用捐贈的可不可以 當然我們覺得捐贈也是蠻好的 所以我們就有各種的資金來源是這樣子 但是不會造成整個經濟體系的產生危險的情形 絕對不會產生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用存款戶的錢 也不用保險戶的那個錢 只是用它金融界或者是各個上市上位公司 賺到的錢裡面的一小部分 他們等於有點做社會公益的那種態度 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主委 這些銀行 這些上市公司 他們專業的是在新創團隊 新創產業嗎 不是 不是嘛對不對 對 他們是把資金 所以主委我覺得 那另外的話 就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夜市這部分 我們也要在我們的計畫中 也有加就是說要準備成立一個平台 讓比較懂的這種夜市來 他來自動加入 那這時候他可以做義工 或者是說來做那個夜市 所以主委你又提到了夜市部分 所以主委我覺得你完全搞錯了 什麼是天使基金 什麼是天使投資人 天使投資人是什麼 天使投資人是 這些天使投資人他們過去 可能有創業過的經驗 對新創產業非常熟悉跟了解 所以他們是掏自己口袋 他們自己的資金出來 所以對新創產業來講 他們想要的不單單只是資金而已 而是天使投資人他們背後 所能挹注的資源 不管是技術 不管是人才 不管是媒合他們相關的其他投資人等等 可是今天主委 您提到的是 這些你承認 這些銀行 這些上市公司 他們有自己專業的領域 他們對新創產業完全不熟悉 主委您知道天使投資人失敗率有多高嗎 當然 當然這個點我要跟委員特別報告 我們是希望建立平台 把這些人還有錢搭在一起 因為其實在我們台灣這邊 如果很多很有經驗的人 他不一定有錢 那有很有經驗的人 有錢的人他不一定有這個經驗 所以我們是希望把它搭在一起 那搭在一起的話 當然要有一些方法 所以我們剛剛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用這種方式 所以主委 是 您是今晚會主委 您主要的職責是監管所有的金融機構 今天你要被你 你要讓你被你監管這些單位 撥出一些盈餘出來 不 我們這邊當然跟他們報告說 一定是用自願的 絕對不會強迫 而且如果沒有賺錢 主委 您今天出來跟他們溝通 你希望他們不會引運出來 其實不會 你表面上說他們自願 即使他們是自願 可是主委 方向角色完全錯亂 您是一個監管單位 最重要我跟你講 天使投資人不是政府出來拿錢 建立平台 找外面的夜市進來 不是的 天使投資人是他自己本身 他有意願 自己的資金 而且他熟悉這個產業 他能夠 挹注的不單是資金 而是他自己的經驗 還有他能夠挹注的資源 他懂技術 他看得懂團隊 今天這些銀行 這些上市位公司 他們看不懂團隊啊 主委 就是說您講的 我們完全支持也完全贊成 我們當然曉得是這個情形 可是呢 我們剛剛 主委我覺得您不曉得 從您剛剛的答案 講聽得出來 您說 我們有錢的人 不一定有這個專業 但是 有專業的人不一定有錢 會變這個樣子 所以主委 這個不是天使基金 這不是天使投資 這個是名詞的問題啦 我想是這樣 我想這樣好不好 那個教授員 所以主委 所以院長 我在這裡 我覺得 我們今晚會提出 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想 對於希望 希望能夠幫助到新創產業 新創團隊 這個利益是好 可是整個角色完全錯亂 方向完全搞錯 我希望 主委 這個政策 這個計畫 不要再執行下去 不要再研議下去了 這完全是沒有辦法幫助到新創團隊 新創團隊要的 我們民間不缺資金 我們需要的不是看中那個錢 而是背後能帶給他的這些技術也好 他的經驗分享等等 而不是說你把這些錢找來 另外再去外面找一些業師 找一些專家 找一些創過業的人 不是的 天使是他本身就有這些能力跟資源 所以這樣子 就實際的數據來看 成效 是零啊 對新創團隊是沒有幫助的 主委 我希望不要再做這樣的一個計畫了 而且你們的角色是完全錯亂 你是監管的單位 這個跟教委員特別說明一下 我想我了解您剛剛的立場 就是說基本上說這個是一個自願性的 就是鼓勵企業來做一個 這個等於是幫助一些startup公司 我想這個用意沒有什麼壞處了 那麼你講的那個天使經驗說有一些很有經驗人 他有錢他願意去幫助 這個在像C股確實有很多這種狀況 但是我們國內畢竟一般這種有經驗的 所以院長我了解 所以我希望以我的經驗 還有我在西谷看這麼多天使經驗的投資人 絕對沒有任何事由這些國家 尤其是金管單位 找銀行找上市公司出來撥錢 然後另外再嫁接找其他業者 沒有撥錢 撥錢出來 所以主委 我想這個計畫很多人已經有很多的質疑 我想更重要的是 最後的目的並不會達到 你並不會真正幫助到這些新創公司 我們要去努力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 我不可能靠一個真正的 所以要慎重好不好 主委 真的要慎重 我在這裡提出來 我希望這個要好好的研究 你要了解透徹 好不好 了解 非常了解 第一個不會影響到銀行的整個資源 我知道當然 他在監理的要標準下進行 可是你完全誤解了所謂天使投資人的這個 我這很多人 當然你可以用一個很嚴格的標準 去來定義天使經驗 我想這個沒有關係 但是總而言它是 希望銀行去做一點社會責任的事情 這個部分我們也不必要去反對它 我想這也不是社會責任 跟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主委 我覺得你先拋出這些 完全是搞錯 你完全不了解所謂天使投資 這部分 所以我想接下來